你想光頭會跟我結婚嗎 我覺得你只要用誠意感動 他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 我朋友誠意 我希望他跟我結婚 DES跟光頭結婚夢想成正 與居俊燕相似畫面出圖 DES閃婚就愛居俊燕 當年兩人低調交往一年多 酷狼來台發展時 就常唱大小S與百宣傳 這也算是兩人感情紀錄時 那居俊燕目前沒有女朋友 所以他會不會在台灣 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帶到韓國交往 或是兩格相地的談戀愛的 對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他願意了 願意跟台灣 對不對 那喜歡什麼類型的台灣女生呢 嗯 就不舒服 嗯 心地善良的 心地善良的 我輸了 不光他們說不準 所以我們現場呢 做了一個那個心理測驗 全都是自己一次啊 對 這個 這個 你呢 喜歡最像是SOS 他好帥喔 好帥喔 真的很難聽的相信 很難聽的啊 可惡 很難聽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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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寫真集 非常非常的酷喔 就在這邊我要翻一夜 很精采的畫面給大家看 你看 天啊 夠太多對不對 對 他沒穿內褲嗎 根本 那裙嗎 光頭會真的留一輩子光頭嗎 你要結婚生子 老的都要用光頭 就這麼堅持 好堅持喔 你愛光頭 你愛光頭 你愛 你愛光頭 他說他把他的小孩 也是要光頭 變態喔 那他的老婆要不要光頭呢 可以嗎 自己的妻子呢 光頭 你愛光頭 我們SOS以前常在節目上 只是幫clone做宣傳啊 然後也常誇讚他們什麼的 結果沒想到 他們來到台灣之後 竟然就把我們百分百通告推掉了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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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報到當時因為酷龍正紅 韓國公司又下禁愛令 兩人戀情無法公開 最後酷龍退通告避嫌 大S莫名變成劍拔 我姐才是真正最倒楣 而且可憐的是 她現在還要忍受酷龍的歌迷 一天到晚傳真進來指責她 說她什麼一些不好的事情 你們懂什麼啊 真正可憐的是她耶 錯了啦 現在酷龍來了呢 躲起來擺高姿態 什麼事都不敢講 那她算什麼 現在全台灣的人 都覺得她在倒貼酷龍 太好近 我覺得不管是韓國經紀人的錯 還是酷龍本身 俗辣不敢把話講清楚 我覺得以後我們乾脆 連朋友都不要做好了 如果要搞成這個樣子 太近 那我個人是對這件事情 不發表任何意見 就像我從頭到尾 也沒有跟記者 接受任何的採訪 然後我也是 沒有什麼任何意見要發表 就是這樣子 那我剛剛是被 那個風沙推進眼睛裡 現在全台灣人都覺得 你好像在倒貼她 你是花痴什麼 可是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誰跟誰還不知道咧 那這一則 有關酷龍的消息 還要給我撥發 不要 誰欺負我姐 我就跟她算帳 我幹嘛還撥發新聞啊 她這樣欺負我姐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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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